娱乐中心综合报导吕全生与妻子萧美丸 图翻台湾音乐馆官网台湾合唱之父 作曲家、指挥家、音乐大师吕全生 创作的杯底不可似金鱼快至口 传唱70多年 众人原以为该歌曲的词曲都是吕生所创作 但吕大师家属17日发声明 表示杯底不似金鱼的作词者 其实是陈大宇 愿将作词版权 还陈大宇先生后人 并为他证明 杯底不可似金 这首台湾艺术歌曲 由吕全生在38年4月19日首度在北中山堂发表 歌词隐喻台湾228事件 内容倒隐了 杯底无通似金鱼 好汉偷富来相见 兴道 酒勉俭时 情投意和尚欢喜 吕全生以劝人干杯 禁杯中酒的台语俗叶为主题 隐喻希望在儿二事件后 生活在台湾的人们能一同坐下来喝杯 化解仇恨及冲突 欲有族群融合的含义 这首歌传唱至今已73年 吕全生也在97年3月 在美国适世台 合唱之父吕全生 图翻社上善人文基金会官网 全生家属17日发声明表示 近日重交唱片收藏家 启明先生新提出杯底不可似金鱼之歌单文物 名词取作词者乃陈大宇先生一事 身为吕家家 我们对此采取以下数点措施 第一 我们将向立版权事物之著作权 即管协会撤回吕全生杯底 可似金鱼之歌词版权登记 并表明歌词著作人陈大宇 第二 有关吕家过去一领之杯底不可似 于歌词版税 将在详细清查数额之后 全数归还 陈大宇先生后人 如有人人君子之息陈大宇后 联系方式 尽请私讯告知 不胜感激 第三 目前是 知杯底不可似金鱼歌谱 共收录在中国一念书 发行之旅全生歌曲精华及同声合唱 与乐运出 设发行之旅全生歌曲及三创作合唱曲同声篇 旅声歌曲及四读唱曲中 我们将为请出版社以贴条 是 在尚未授出的乐谱著作人处 贴上陈大宇词 名条 以为补救 四下版新刷时 重新排版父子 声 中也说 吕全生多年来未以陈大宇之名为杯底 可似金鱼作词者一事 以今日后见之名 时为时 之悲剧 陈大宇因其左翼立场 不见荣于1949年弥漫 肃匪谍风气之台湾 在四六事件爆发后被执政局列入黑名单 遂于四月中旬案 即杯底不可赐金 1949年4月18日首演前夕 悄然从基隆搭船 经香港返回 国大陆 见 秋坤梁教授坐漂流万里 陈大宇 文件 2006年出版 夜十万零四千一百零五 吕全生 图翻设台媒史料中心官网 全生却在白色恐怖下 面临是否会应与陈大宇 生之此取合作关系 陷入牢狱之灾 性命之忧的 净 在吕全生有生之年 我们从未听他提过陈大三字 但直到他晚年移居美国 仍对白色恐怖心 莫大之恐惧 过去我们不明所以 而今终于了然 俗说 今随证明文物之体处 我们愿意将背底部 四经于一曲制作此版 全归还给陈大宇先生后 并为其证明 让过往的历史各得其所 但亦期望 会大众能以同理之心 体谅吕全生当年处境之 亦让逝者获得安宁